接着镜头要带大家来欣赏美景 收封箱池南国家森林游泪园区的梅花 已经开了七八成左右 每不申收 吸引了上百窝的国小生来 此进行户外教学 小朋友们在志工叔叔的解说下 也了解了园区早年伐木的历史 以及这个季节经过了这一波寒流湿度 和够冷而梅花才会开 游客也被盛开的梅花 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 更加的美丽也忍不住按下了快门 留下美好的记忆 旅潭附近的池南森林游乐区 过去是池南工作站 园区内拥有许多条的剑走步道 保存珍贵的伐木机具 蒸汽运材机关车等设备 丰富的自然生态成为家庭出游 学校校外教学的好地方 不常看到梅花 第一次看到海拔这么低的 梅花开得这么漂亮 所以很兴奋很开心 因为池南教育中心这里 非常的漂亮 而且刚好这个时期 又是梅花盛开的时候 非常的美丽 然后小朋友来到户外这边 可以踏青 然后他们自然教育中心的老师的解说 还有课程都安排得非常好 园区内散落着许多伐木时期的机具 这最具丰富历史的池南森林游乐区 不仅是生态丰富 文化历史悠久 多样的环境教育 更适合学校及家庭 在假日来到池南森林游乐区 进行旅游 让小朋友体验充满历史的户外课程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